在今年的8月13日 官方公布了製作兩部劇場版的消息 其內容將會是第四季動畫的後續故事 而這同時也是先前十周年十大企劃中 三位公布的最後兩個 至於電影版的上映時間 官方會在明年2023年的8月時公開更多的消息 第一眼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喜悅的、是開心的 但隨之來的感受卻是失望和可惜 開心的部分是隔了這麼久終於有新的消息 而感到失望的地方是 居然全都是用劇場版來呈現 而不是第五、第六季加上劇場版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就來和大家聊聊這次劇場版的消息 以及官方釋出的PV 還有我看完PV之後的感想 影片多少會提到原作漫畫的內容 以及動畫檔的各位在觀看之前起務必三思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先來談談這次官方釋出的劇場版視覺圖的標語 它的中文翻譯為 明天的你將會成為何許人物呢? 這句話出自於漫畫第42卷的368話 是由全日本男子代表隊教練 雲雀田崔所說的 當時的烏野和錦踏山都在春高的八強戰訴求 原句是這樣子的 今天落敗的你們 明天將會成為何許人物呢? 這句話不僅為全國篇打上了一個漂亮的句點 也貫穿了接下來的職業篇 對高中三年級的學長來說 這次的春高是他們高中排球生涯的最後一場大賽 這也意味著他們將要進入到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是要繼續打排球呢? 還是轉換到另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跑道? 而對一二年級的球員來說 無論今年的成績為何 是輸多贏少還是贏多輸少 都即將面臨到學長的畢業 以及新生的加入 如何把一支全新的球隊給整合起來 然後找出過去的不足之處並加以改善 都是明天需要面對的課題 沒意外的話 這次的劇場版將會為排球少年這部動畫帶來晚節 畢竟都冠上了FINAL這個詞 因此我認為那句 名字的你們將會成為何許人物呢? 之中的你們不僅是指劇中的角色 從此也是在詢問我們觀眾 當我們看完的排球少年之後 究竟從中獲得了些什麼? 學到了哪些東西? 接著來聊PV的內容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前半段是動畫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回顧 後半段則是這次劇場版的內容預告 影片的一開始是日向騎著腳踏車 經過了一家電器行 而當時那裡的電視 正在轉播屋野高中在春高的比賽 原本只是路過的日向 被畫面中穿著屋野黑色10號對付的選手 給深深吸引 他的身高明明不高 卻好像是裝上了翅膀一樣 即便眼前出現的是三位高大的狼王手 也阻止不了他 這震撼的螢幕將日向給拉進了排球的世界 接著 日向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朱莉在眼前的是一座很高很高的牆 而在牆的另一端 會是什麼樣的景色呢? 這句話大家肯定都相當熟悉 他出自於漫畫第一卷的第一畫 也是動畫第一季第一集一開頭的台詞 這裡的牆除了是指高大的狼王手之外 也象徵著排球世界裡各式各樣強勁的對手 而高強背後頂點的景色 意味著突破籃網之後所看到的風景 同時也可以解讀成戰勝強敵後所獲得的勝利 隨後 日向又說 而這個頂點的景色 單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看到的 但如果不是一個人的話 這段話是在強調排球是一項6個人的團隊運動 如果想要獲得比賽的勝利 或是贏得冠軍 就必須要和隊友齊心協力才有可能辦到 短短的幾句台詞 就把排球這項運動的核心給完整的表達出來 接著畫面來到日向 影三兩人在國中時期對戰的場景 當時的兩人與其說是在打排球 倒不如說更像是在孤軍奮戰 日向的隊伍是臨時組成的烏合之眾 有不少隊友根本就是其他社團拉過來湊人數的 這樣的組合想要打贏那些每天都刻苦練習的球隊 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而影三的隊伍雖然都是些會打排球的人 但根本就沒有整合起來 影三成天想著靠自己的力量來甩開籃網 結果隊友根本就無法跟上 最終的結果就是 兩隊都沒能走到最後去見識到那個頂點的景色 故意的前面日向所說的 單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看到的 然而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是因兩人不約而同的進入到了同一所高中 其次的敵人變成了隊友 而為了再次挑戰那阻擋在眼前的高橋 他們必須去學習如何和彼此 以及新的夥伴們一起並肩坐在 而在這段過程中 不僅僅是自己 又連身旁的隊友們 也都在一步一步的成長 這像從排球菜鳥變成了最強的幼兒 品三從孤獨的王者 變成了大家所信任的球場上的國王 中風戰勝了被籃網的心魔 從玻璃心變成了屋野最穩定輸出的王牌 三口從膽小鬼推變成了關鍵發球員 而月島則是深刻的體會到了 自己愛上排球的那一個瞬間 而每當突破了一座高牆 後面就會再出現另一座更高的牆 由大王集穿所率領的青葉晨熙 三大王牌之一的牛島所在的板鳥者 以及有最強挑戰者支撐的道河琪 只有堅持到最後的人 才能夠見識到那個頂點的景色 這一連串的回顧畫面 搭配上各個角色經典台詞的再現 以及那個讓人熟悉的BGM 又讓我再次激動到起雞皮疙瘩 接著是PVE的後半段 沒意外就是這次電影版的劇情預告 從釋出的畫面可以看出 將會涵蓋後續漫畫的四大篇章 包括垃圾場的對決 勾台一戰 沙牌篇以及職業篇 先來聊聊垃圾場的對決 相信這是一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比賽 鷹居和烏野這兩支球隊有著很深的淵源 兩校從烏仰爺爺和貓幼教練 還是球員的那個時候 就已經將彼此視為勁敵 雙方甚至約定著要在春高全國大賽的舞台 來場烏鴉大陣野貓的垃圾場對決 但直到兩人都步入了職教生涯的晚年 都還是一直無法實現 終於在數十年之後 鷹居在黑尾野魔的那一屆 以及由烏仰爺爺的孫子 烏仰細心所領軍的烏野 總算是旅行的這個跨越世代的約定 鷹居是一支以接球為重心的防守型球隊 而烏野則擅長運用人數優勢 以及各種新奇古怪的招式 來取分的超攻擊型隊伍 也因此 這可以說是一場貓與盾的對決 第二個篇章是烏野在村高的八強站 對手是來自長野縣的歐台高中 如果說伊達工業是工程縣內最會籃網的隊伍 那歐台就可以說是全國有登場的隊伍中 籃網最強的球隊 烏仰教練曾經說過 配將歐台的籃網員都視為伊達工業的情根 他們不僅反應快、捕位快、高度高 球員之間的相互配合也堪稱行雲流水 除此之外 他們還擁有被稱為是當代小巨人的星海光來 星海是一位全能型球員 不僅能接、能舉、能難往 進攻火力也一點都不會輸給全國三大王牌 說他是攻擊手段最多的主攻手也不為過 正像是因為烏野的小巨人而踏入了排球的世界 並以成為下一位小巨人為目標 而歐台一戰和星海的對決 則是他得以證明自己的機會 在漫畫中的某兩話 甚至是用小巨人決定戰 小巨人對小巨人來當作標題 而我超級超級期待可以看到以動畫方式呈現的 地質型態怪人快攻 第三個篇章是沙牌篇 講述了日向高中畢業後到87打沙牌的故事 日向為了追求更高境界的球技 選擇打掉重練 去學習沙牌這個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運動 畢竟當時的他已經被以三這個最不想輸給的勁敵 給狠狠地甩在後頭 以三在高中畢業後 就收到了數個來自V聯盟球團的邀請 並在20歲的時候 披上了日本國家隊的戰袍 活躍於底月奧運 儘管相比其他球員 日向算是比較晚才接受到正規的排球訓練 但他靠著熱情與努力 讓球技以非常機能的速度成長 而殺牌篇的經歷 更是幫助日向奠定了未來在職業場上的打法與風格 那就是變成一名擁有乘法般影響力的十項全能型選手 而最後的職業篇 也就是漫畫排球少年的最終章 該篇的重頭戲 就是看那群被稱為妖怪世代的選手們 在成為職業選手之後的成長和球技的比拼 除此之外他還向我們觀眾交代了 那群沒有繼續打排球的排球少年們 在畢業之後究竟去了哪裡? 例如愛吃的公志開了一家飯糰店 喜歡寵物的咒神進入了獸醫系就讀 而120分的刺猬 則成為了少年中刊漫畫雜誌的編輯 致力於協助各個漫畫家創作出120分的漫畫作品 另一方面 眼尖的觀眾應該早就發現 TP少的小谷對戰盒版的畫面 個人推測大概是礙於劇場版篇幅的考量 這場比賽有很大的機率不會納入在這次兩部劇場版裡面 比較有可能會像之前春高的東京代表決定戰那樣 以OVA的方式播出 雖然看到續作的消息讓我很開心 但還是稍微覺得有點可惜 尤其垃圾場和歐台戰的篇幅都不短 都是三卷半以上的份量 垃圾場總共約有33話 而歐台戰約為31話左右 雖然篇幅都比第四季動畫的稻荷奇一戰的39話還要少一些 但也都足夠做成一整季的動畫了 因此如果做成劇場版的話 就勢必得要壓縮或是刪減掉很多橋段 然後也不知道製作組會怎麼分配 殺牌篇跟職業篇總共為33話左右 假設兩部劇場版會按照順序和比例做完四個篇章 那夾在中間的歐台戰的內容就很有可能會被1分為2 或多或少會造成觀看上的割裂感 而且無論是OVA還是劇場版的觀看門檻 都會比一般TP版還要高 收看的管道也會比較少 像我身邊就有很多人沒有看過之前東京代表決定戰的OVA 甚至就連這段有被做成動畫都不知道 那就更不用說 想要在第一時間看到 就必須要花錢進電影院觀看的劇場版了 當然做成劇場版也是有優點的 那就是製作的品質肯定不會太差 相信各位應該都不會想再經歷 第一次季因為疫情影響而發生的各種畫面崩壞的噩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了我幫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